当我们打完了所有的文字 然后接下来针对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内容 它有一些特色 第一它没有句号 第二就算有标点符号 可能我们也不是用逗号啊顿号啊 而可能是在尽可能很少的一个文字组合的状态下呈现 那这种性质我们称之为标题 在Word里面我们当然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定义好 怎么定义呢 方式非常简单 因为定义标题是针对整个段落而言 也就是说有标落在这个段落的任何一个位置 然后点选常用底下的样式 样式里面的例如说标题一 我们就把这个段落整个都定义为是标题一段落 那像例如说这个标题底下会有四标题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它就应该是属于第二阶的标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段落定义为一样常用底下样式里面的标题二 这样就设定好了标题 我们再往下去看 例如在这个地方是跟标题二相同层级的一个文字 一样都是在继续描述简报文字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段落里面任何一个位置 然后点选常用底下的标题二 我们就定义好标题了 每一个标题段落都要适当的给予 适当的一个标题形式 以方便后面我们把标题啊整理变成目录 所以标题建立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再补充说一个重要观点 通常我们在看文字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先看标题文字 看到标题是我们想要看的内容 我们才会继续往下去看内文 所以第一件事在握的全部文字都打好之后 一定要记得先定义好哪些是标题 哪些是内容文字 预设的段落样式通通都是内文